其实呢从第一次看《玉交际》这本小说的时候呢 就让我萌生了一个想要做一个童话故事的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这个概念呢也是让各位主创非常激动的 他们对于童话的这个理解感知都是你无法去猜测和预期的 童话是每个人类心深处那个不愿意长大被保护的小孩 草木比较比较茂盛的比较有灵力的这个万华谷 冰雪世界的北京 但是还有它比较精灵的一些东西 这样出来的话就可能是另外一种通趣 很多人以为这个交人就是一些西方人的这种美人鱼啊什么的 其实在中国上千年的这个文化当中里面就已经提到过 这个很多也来自于我们自身文化的一些表达 作为东方题材的这种童话故事 在服饰上面我们的颜色使用啊 还有服饰款式特点啊 把这种传统里面的这种元素提取过来 我理解中的童话故事就是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让人相信美好的爱情 就是它不只是给小孩子看的 是每一个人心里的那个自己 我会感受到他们的那种火团啊 在燃烧 《御交记》至于《与君初相识》 是围绕童话这一概念的集体创作大冒险 它融合了全体主创团队的智慧结晶 并且在华策课本传媒这一篇握图上 给了作品充分的养料和帝书 才有了《与君初相识》 盎然的升级和丰沛的表达 希望我们的诚意之作 观众朋友们能够喜欢 《与君初相识》